當關子賓求婚的甜蜜瞬間展現在眾人眼前 他們的互動似同話般美好 網友們的熱情隨分子更是為這份浪漫增添了一抹溫暖色彩 讓我們恭喜二位新人 跪地求婚 作為粉絲來說 關心子家明星的感情生活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重點目標 所以全球Twins影迷會的朋友們 還有所有關注阿嬌和阿嬤的朋友們 你們的好消息來了我 近日作為中國香港男演員 歌手的關志賓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了一段視頻 《還複交關志賓求婚阿嬤》這樣的標題 也是直接引爆了粉絲朋友們的熱情討論 原來是蔡翠賢阿嬤和關志賓一起在健身房裡健身的視頻 很多人對關志賓都有點不太熟悉 畢竟名氣確實沒有蔡翠賢大 並且在關志賓的演藝生涯中也一直都視而配過慰著的 他們倆是源於一部電影 呈癲大性才相識的 現在也已經有了二十年的交情了 他們倆也試在這十幾年中互動頻繁 感情也愈發的聲音 看看這畫面中的兩人 厄殺輕輕的把頭扣在關志賓的右肩上 嬌醜的身出了小手比過夜 這樣的畫面 著實是讓人有點忍不住的去猜測 這兩人不會是日久生情了 如果真是這樣 哪可真是太好了 畢竟這兩人一個八十年 一個八十二年的 屬實是不少了 但是 咋也不知道這下手是怎麼保養的 都四十家了 怎麼看著還跟小女孩一樣呢? 而面對這樣的女孩兒 關志賓怎麼可能忍著誘惑呢? 乾脆 直接跪地求婚得了 成功了直接把美人抱回家 太讚了吧? 可 還真是絕乾就乾 只見關志賓在健身房裡 緊緊的拉著牽引繩 突然 一個畫鏟就向著阿沙的方向跪了下來 阿沙也是一臉驚訝的看著他 好笑中獲事夾襲著其他的某種情緒 直接問他你拜什麼呀? 這時候有點緊張的關志賓 卻大聲的哭到阿沙你戒給我啦? 聽到這畫的阿沙直接落的前仰後合 臉甲粉紅好似嬌醜的對他說別求我啦 阿優惠 看到這一幕的朋友們 臉上多多少少都帶有姨媽笑容 那場面真就像是打成馬鈔一樣 看到這女 大家可能都已經看出來了 這其實就是一種朋友之間的打鬧玩笑 這就是健身方式中的一種動作 關志賓其實是在做貴姿捲褲動作而已 也是趁著這機會鬥一下下手 而知道具體是怎麼回事的朋友們 也是任由他們搞怪玩鬧 紛紛直言話 粉絲追星的求愛過程 好麗質 很浪漫 當然 如果這次求婚是真的就該多好啊 這是很多人內心中的真實想法 畢竟這兩個人之間的感情還挺不錯的 之前阿沙就有表示 他經常跟關志賓出去旅遊 在之前參加的節目 青春環遊記五中阿沙就被人問 和那位圈內好友共同出遊過 他脫口移出的就是關志賓 說 眾人頓時也是一念的吃瓜相 所以說下 這兩人之間的友情 常常被外界誤會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經常在社交媒體上 表現出非常親密的互動 就連旅遊都是跟關志賓一起去 雖然旅遊是因為壓銷失戀的原因 但並不能說明 他們兩沒有對彼此產生過友情意外的感覺 依人旅遊時也都會為彼此拍照片 甚至是有些親密的合照 看看這兩人在一氣的狀態 阿沙更是一念的嬌醜傷 一副小鳥依人的樣子 依會在關志賓的身旁 這不是真情女這是什麼呀 在之前的一檔節目中 他們雙方都有表示過 如果阿沙四十歲了還沒結婚 沒有人除他的話 關志賓就會除他 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畢竟現在他們兩個都已經四十加了 有沒有一種可能呢? 咳咳 如果真有消息的話 咱們就等著他們公佈吧 阿沙也是老大不少了 雖然還是一副少女的模樣 但身體的生育能力 肯定是不如年輕的時候了 記得之前阿沙就有為此考慮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早就做了準備了動輪的準備了 據他說現在已經動了有二十多火了 對於這件事 網友們也試討論的狠激烈 畢竟有人就覺得 如果只是動輪不結婚生孩子的話 這樣根本就沒什麼意義 如果阿沙遇到了合適的另一半 就走緊結婚吧 兩人一起養育孩子 想想也試換適 當年他和鄭忠基在一起的時候 那時候阿沙事業非常的紅火 所以那個時候也沒有著急生孩子的慾望 等到上生的時候卻已經晚了 他們僅僅相愛四年就宣告離婚了 因為工作的原因導致二人追笑離多 也得不到有效的溝通 所以就因為如此從而感情不和 同年阿沙被捕出與自己的師弟陳偉廷的戀情 這兩個人也是絲毫不遮掩 大大方方的承認了感情 這段令很多人都保持懷疑的戀情 最終還是結束了 當初不少人聲稱 這是英皇的宣傳策略 還捕出陳偉廷腳踏好幾隻船 不過事情具體如果 雙方這麼長時間的感情一定參不得假 因為這次戀情的結束 阿沙也是持續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才重新有了新的感情 這段感情比以往都更久 在人們看來這兩人會不會要結婚的時候 傳出了他們要同居試婚的消息 阿沙更為始動了二十顆卵 來保證生育的可能性 不過呀,好境不長 這段感情依舊沒有長久的走下去 寫行衝與阿沙之間的感情 有傳聞是第三者的介入 但是直到這段感情的結束 二人也一直否認 隨著年齡1.1點增長 阿沙至今有沒有遇到合適自己的另一半 不過也正是因為每次失戀的原因 他都會去旅遊一段時間 巧合的事與關志斌的相識 就是源於阿沙旅遊的時候 他們從結伴旅遊到現在已經很久很久了 不管這次這次求婚是真是假 也不管他們到底有沒有忘記曾經的約定 我們還是會一樣的祝福他們 真的很希望有情人忠誠眷屬 結語 愛情是一場美麗的海後 也是一次勇敢的冒險 阿沙和關志斌的故事 讓我們看到了有情與愛情的微妙界限 無論未來他們的關係走向何方 我們都衷心祝福他們能夠走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願每一個有情人都能忠誠眷屬 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中 綻放出屬於自己的璀璨光芒